今天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是有關於國會擴權法案的釋憲案 今天宣布了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蘇巧惠委員 他去Google了一個說 好 那判決的施期效力的次數是多少次 哇 長長久久 99是施期效力 那內容幫我們分析 好的 這一次如果你要問 到底有哪些違憲 他們可能會明天藍白終於整理完之類 他會跟他說反質詢那些地方沒有違憲 但是反質詢的部分 大法官是特別幫吳宗憲委員 來定義什麼叫反質詢 對 因為吳宗憲 至死至終都不交中而已 好 那大法官第一 如果你說反質詢是行政院長 站在這邊質詢立法委員的話 那這樣子的確是很奇怪 但這應該不會發生吧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質詢的過程中 這個行政院長或閣議員很嗆什麼 那禮儀的問題 這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 但是你可以去指責他 你可以譴責他 你不能懲罰他 也就是說這一次大法官其實 寫得悲長長 落落長 所有藍白主推力推的 包括藐視國會 國會聽證 人事同意權 藍白所新增加的部分 大法官都認為有所抵觸 你沒有資格去懲罰人家 這是一個很重要 再來是針對一般百姓 一般百姓幹嘛要去理法院 接受這樣審問 都不行 所以這些之前大家非常擔憂的部分 在這一次事件中 大法官具細迷移的 我進行了非常完整的描述 其實難度不高 我認為差不多大學程度就看得懂 只是太長了 因為藍白一定太多了 所以要一一的全部違憲 不管是幾十次 總而言之就是 他是經過整密的推論 推論出來的 所以這一份最終的判決出來之後 有很多法界的說 就是的確大法官的權威是怎麼來的 就是透過這種解釋 去慢慢展現他們的知識厚度 我有讀書 我告訴你這個會當機 或者是我告訴你沒有資格 你立法院怎麼可以叫百姓來 你立法院怎麼可以去懲罰官員 你立法院怎麼可以叫總統這樣跑來 你沒有義務 其實他裡面很妙 他提到總統沒義務來 你也沒有義務要去執行總統 對 這大法官的細節非常的細 所以實際上 我認為這一次的判決 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大家如果在5月的時候被藍白刺激 好好去學習憲法的話 現在真正的老師出來了 老師寫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報告 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之所以會當機 有它非常明顯的理由 那接著我就要來看 第一 像我剛才提到的 館長是不是要打一通電話 百萬人上網 說好了一百萬人 對 他說6月的時候講 我等很久 如果判回憲的話 我要一直叫很多人 絕對不會很多 不會很少 絕對不會很少 你不小心講錯真心 不小心說實話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看 第一 會不會真的搞社會運動 他們還有這樣的氣力嗎 不要忘了 這個違憲的 違憲的結果一出來 馬上會造成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接下來總預算的審查等等 一定會綁著人事權 你人事權的那個就已經當掉了 那你人事權這邊要不要退讓 特別是藍白 我其實蠻害怕的 因為我記得汪曉玲委員有講過說 他要修到沒有違憲為止 那也就是說他們要繼續鬧嗎 你本來就應該要這個修到 沒有違憲 大法官沒有 沒有惡化 立法委員修法 你們立法不就是要弄得這個 這個核線嗎 哪有這種 我一定會這樣子修 一直修 一直修 修到你無話可說 就莫名其妙 你有沒有搞錯那個 一直補考 考到及格為止 對 就是你因果關係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嘛 然後今天這個大法官的解釋出來 翁曉玲又有話講 翁曉玲說 你們這一群大法官 全部都是保皇派 他用這一樣 沒有辦法用法律說服人 就只好用政治來做攻擊 所以翁曉玲跟黃國昌是同一 是一模一樣水準的 黃國昌今天也說 我相信的世界就此崩解 他還說什麼 這是獨步全球的憲法的價值啊 對 就是黃國昌 他完全就在一個自己的 活在一個自己的氣泡裡面 譬如說 當我們講到柯文哲的這個 這個炎壓庭 就是大家都沒有覺得 這件事情很震驚 那全台灣唯一震驚的就是黃國昌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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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震驚 所以他今天震驚 他今天震驚了兩次 對 他今天震驚了兩次 他早上震驚一次 對 下午又震驚一次 那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被國民黨完了 就是那個民方法那個事情 國民黨欠了沒有賣錢 你告訴我 我民眾黨這巴西不是被你賣了嗎 所以有三大打擊 一天金三次 一天三金 對 黃國昌來說 今天真的是應該要好好的紀念一下 而且本來就應該要這個 立法就應該要讓大法官沒有話講 我就不知道說 你當初覺得自己很棒 我的level是跟賴清德一樣的 所以我時不時就要叫賴清德出來跟我單挑 出來跟我辯論 然後賴清德你要出來這邊 來立法院給我質詢 你要回答我的問題 結果現在就已經通通被打臉 我覺得黃國昌今天不但是應該要去收金 而且他的臉應該很腫 臉應該會更大 本來就已經不小了 現在可能會腫更大 因為一直被法官 啪啪啪啪啪啪 而且當初這個 尤柏祥大法官問你 第十頁第幾行 你到底找到沒 找到沒 人家現在大法官解釋都出來了 那一章你到底找到沒 柯文哲是被告 如果他真的覺得自己受害的話 一定是他出來去喊話賴清德 你迫害我 那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那黃國昌就沒戲唱了 現在都是黃國昌在嗆賴清德的政治迫害 對不對 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然後柯文哲可以自己講話了 零肉都合一了 還需要你這個傀儡黃國昌嗎 黃國昌就退位了 是不是還可以假想一件事情 如果柯文哲沒出來 然後黨主席什麼 這個權力結構都換人之後 請問一下 不分區立委做兩年這件事情 還要實踐嗎 會不會可以不用 可不可以是不是可以推翻 因應黨的這個 特殊緊急 這叫什麼 動員看萬事 不用啦 就說柯文哲透過攝影機跟他講 對 他現在不都一直通人 或者是可以講說 柯文哲跟黃國昌去花蓮 幫傅昆琦媽媽告別式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跟他講了 反正現在話都是黃國昌講的 寫在那個皮帶的那個裡面 那一段時間 到底黃國昌跟柯文哲講了什麼話 沒有人可以證實 反正柯文哲現在一直被羈押禁見 應該不會鄭森媛也出來講這一件事情 應該不會 變成鄭森媛要集會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出來比較好嗎 包含剛剛講的 有沒有可能在後科時代 黃國昌就真的變成民眾黨的扛霸子 有可能 再來 對所有的民眾黨 那巴西立委來講是不是好 如果柯文哲出來 那兩年條款可能就要落實 因為當時承諾的人是柯文哲嗎 那現在如果一直被壓 柯文哲就一直沒有辦法試試的時候 他講的話就記在牆壁上面 大家就不用理他了 對不對 那後科時代的那個 民眾黨的扛霸子說得算 那如果扛霸子是黃國昌 黃國昌會讓自己兩年 就GG不見嗎 一定不會嘛 所以對他來講 他一定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繼續下去 第一個 他可以叫板賴清德 然後第二個 他又可以在民眾黨一直持續 有他的角色吧 不然很簡單 你看民眾黨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回到橘子那一趴 為什麼民眾黨不敢叫橘子回來 沒有任何人叫橘子回來 對